他就有傳訊息跟我說 家永傑 我去趟美國你又變董事長啦 那這樣可以付兒子一年學費嗎 如果你的薪水來講 可以啦 年薪啦 四購是不是喔 要是小S的議員好友 有電影表是什麼 或是跟著恭喜嗎 101最美董事長家永傑上任 兩個女兒都在南加大念書 好閨閉小S大女兒Elly 是她們學妹 小S也正在美國陪伴 知道家永傑當上101董事長反應是 小S在美國的時候看到這個消息 她就傳訊息跟我說 家永傑 我去趟美國你又變董事長啦 那會不會邀請她的一些活動 站台 那要看她出嫁有沒有合理 當然希望 那她也有跟我說 喔對對對 她有跟我說她要來我的辦公室 她就說 欸 你辦公室可以喝香檳嗎 我說OK啊 就說媽媽 我跟Elly要去吃飯 然後就剛好試一試 然後Elly有多可愛你知道嗎 Elly就說 學家瑜你現在立刻自拍 要傳給我媽 我會氣死 那小S有透過你就說 可不可以叫女兒們 多照顧Elly嗎 當然有啊 就是 其實每一個媽媽都會很擔心 就是小孩第一次 離家那麼遠 然後去唸大學 然後去唸大學 但她也很放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她已經有兩個大姐姐在那邊 對對對 我就一直在等學生 哭得很醜的照片 她就說沒有 她說她還蠻正常哭 她什麼時候來參選 沒有認真約啦 小孩就來 小孩就來 外界好奇說年輕待遇的部分 你有怎麼透露嗎 年輕待遇 比照 公骨 法人 代表 完全是 依法比照這個規定 跟總經理差不多 現在兒子是高中了嗎 高一 之後可能也會出國吧 大學也會出國 因為妳剛剛有說那個 待遇跟總經理差不多啊 嗯 所以就是 那這樣 可以付兒子一年學費嗎 如果 你的薪水來講 我的是學費 可以付兒子一年學費 可以啦 年薪啦 四夠是不是 所以對於待遇就是還算蠻嚴 OK 就是 那事情真的很多 就是很多很多的會議 這樣子 很多的行程 目前是真的蠻多的 而且還有很多的採購預算案啊 很多 你習慣聽那個內容會不一樣 哦 非常不習慣 真的不是我平常習慣的語言 你去英國念說是好 想信 就是不是我的語言 他們也知道我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就是 還是會保持我自己的樣子